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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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最後這一隻魔龍改模的 鋼索 改模換色 主要的差別應該就是 頭雕 特地做了一個鋼索的頭雕 那這一隻我也是查了一下 資料 發現他好像 本來在BizWars就沒有登場 就是當時的BizWars的玩具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改模做鋼索 基本上是這樣 那真的就 除了頭雕之外其他的地方都 沒有什麼差別齁 所以就也不用太多做介紹了 可動就是這樣 關節倒是都很緊實 沒有什麼 鬆動的問題 所以斯韋伯那個應該 就真的是因為那個模具兼用太多次了 在鋼 在魔龍覺得他 腿部這個平轉關節太緊了 在鋼索也是 這個關節 不知道在緊什麼 怎麼會這麼的緊 這個 沒有鬆 也沒有變得更緊 但是本來就太過緊的地方 他也沒有幫你調整成 變得比較鬆一點這樣 好那 就這樣吧 來看他的變形 真的 因為都是一樣的模子 所以其實沒什麼好多說的 但是這個 呃 配色倒是 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配色 好來看變形 其實就一模模樣樣 手臂這邊先轉一圈 然後抬起來 再來身體解開他側面這個面板 先解開這個恐龍的小手手 把它放開 然後這個面板開起來 轉一下合併起來 手臂就可以放進來這樣 先解開恐龍的小手手 面板往上開 轉下來合併 啊我這隻 該怎麼講 左手邊 左手這邊這兩塊轉一下合併的時候 是比較輕鬆就可以靠在一起 那另一隻手右手這邊這兩片合併就會 會 這個縫就是很容易崩開 我看外國人的 外國的youtuber的介紹影片 好像也有一樣的問題 呃不知道是 這一批貨的通病還是怎麼樣 好 再來頭這邊給他 呃解開 整個解開放下來 恐龍的頭往上開 人形這邊 這邊瞧一下給他藏起來 遮住 嘿 好其實這個變形算是蠻輕鬆的 因為 就這邊 不用特別調整 就是壓下去自動合併就好 再來腳這邊 把膝蓋折起來頂住腿 小腿這邊解開 剛剛完了腰要轉一圈 嘿 其實就真的因為跟魔龍 都是一模模一樣樣的變形過程 所以 就可以比較輕鬆的介紹吧 好這邊給他放上去 好這邊結合 接合 腿這邊給他繞過來 這裡扣上 喔轉一下這個 結合 這裡面 也有一個卡扣結合 也有一個卡扣結合 OK 好 腳再放下來 轉一下 嘿 轉左邊 嘿 轉一下 腳上調整一下 恐龍的小手手調整一下 恐龍的小手手調整一下 好 然後 本來人形式的武器 就給他結合上去 就是 好 那我覺得 鋼索的恐龍型態 他配色 反而配得比較 好 好 就是 他的恐龍型態 整個 這個配色 就會比 魔龍還要更漂亮一點 因為魔龍就會 比較有一些 怎麼講 反正 就是 魔龍會讓人感覺 他比較有一些 配色 不統一的地方 可是 就是 他在動畫裡面 就是長那個樣子 那像鋼索我就覺得 他是 配得 還滿漂亮的 這個 配色 幾乎沒有什麼 破綻吧 因為 他整個腳掌 顏色都是 跟身體的顏色 統一 就 比較沒有 破綻這樣 但 比較可惜的是 他這個 恐龍眼睛的塗裝 如果 從正面看過去 會覺得 他兩隻眼睛 是沒有 對焦的 我會覺得 我這一隻 右眼好像 稍微硬歪了 不知道 是我這一隻的問題 還是 又是通病 好 但 就 這樣吧 因為 雙人包 這一次 鋼索跟幻影的 雙人包 幻影真的是 想要地球形態的幻影 好像 除了買這一包之外 也沒有別的手段 可以入手 那幻影真的是 相當漂亮 相當精彩 所以 這一次也是 還滿 推薦入手 這個 雙人包的 好 那就 這樣 了 我們 下部影片見 掰掰 欸 好啦 主角是鋼索啦 這個恐龍型態 真的也是滿漂亮的 上面這些斑點啦 零片的刻畫 本來魔龍這個 模具其實就很棒 OK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